自动大灯挺实用的 不过很多低配车没有 那网上可以自己加装的自动大灯 100块 200块 好不好用 低配车秒变高配 实际效果怎么样 我们来测试 那买了两种自动大灯 大概都是200多块钱 一种的集成式 光线 感应器 控制器 都是集中在大灯炫钮上的 另外一种是组装式大灯 要自己拼起来 先是这种集成式的自动大灯 首先车子断电 少数车型断电之后 要更换车灯保险丝的 换保险丝挺简单的 你按照商家给的手册图纸来就行 然后就取下原车的大灯炫钮 把大灯炫钮炫到关闭档 用力往前面按 然后顺时针引一小段距离 最后往后来拨 一般就能把大灯炫钮拿下来了 如果大灯炫钮卡的比较死拉不出来 你可以打开侧面的保险四盒 然后在炫钮后面 用力往外推一推 这样也是可以把大灯炫钮拿出来的 最后把炫钮后面的限速插头拔掉 装到新的自动大灯炫钮上面 安装就搞定 三分钟的样子 那装好之后试了一下 自己加装的自动大灯效果还可以 那用手挡住光性感应器 不到一秒钟 这个大灯就自动开启了 非常迅速 光线感应也很灵敏 我们刚开进地库 马上就开启大灯了 然后呢 离家模式回家模式这些功能也都有 虽然比原厂反应速度慢一点 需要等个一两秒钟才亮 但实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你开个门也不止一秒钟对吧 那接着试一下组装式的自动大灯 开始步骤是一样的 把大灯旋钮拿下来 换保险室的车子嘛 保险室换掉 安装大灯旋钮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因为组装式的大灯控制模块是比较大的 大灯旋钮口子塞不进去的 所以要打开保险丝盒 把它塞到大灯旋钮后面去 那塞进去之前呢 记得把大灯连接线起好 那它这个控制模块 有一根自带的限速接头的 是连接自动大灯旋钮的 把这个限速接头呢 接到新的自动大灯旋钮上面去 最后呢 那就是安装光线感应器 那这个光线感应器呢 最好是装在前挡下面 不要太靠边上 否则玻璃上面的小黑点 挡住车光不就不准了嘛 那然后把多余的限速整理好 保险盒装回去 安装就算完成了 来测一下效果 发现这个解锁的时候呢 组装式大灯 比集成式的自动大灯 亮灯速度会快一点 而且呢它可以设置 锁车之后的亮灯时间 集成式的就不能设了 那组装式大灯 还可以根据光线的强弱 来选择开取车子大灯 还是试阔灯 那集成式呢就没那么智能 那比如说 这个车库里面光线有点暗 但远没有到开大灯的程度 它就能感应到灯光强弱 改用试阔灯 这个在阴雨天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么这两种自动大灯的 基础功能做的还不错 反应也算是比较灵敏的 没有自动大灯的朋友 也的确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这次我家没的吧 首先呢 这个好处就是集成式的 我来讲一下 安装方便 不需要还保险式的车型 一分钟就搞定了 而且基础功能完全够用 组装式的大灯 虽然反应会快一点 功能多一点 但是安装麻烦 而且限速太多 一股脑塞在旋钮后面 是有安全隐患的 你觉得我今天视频做的不错呢 大力点赞支持一下 点的越多 权重推荐就特别好 看的人多了嘛 我爽了嘛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给你对吧 记得转发 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按钮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能收到一条 汽车知识或者小趣闻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